麦迪的新东家 青岛生心俱乐部的总经理生锡顺 今天下午也是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虽然他在电话当中确认了麦迪加盟的消息 但是对于合同的细节和球队新赛季的目标 他都不愿意多谈 细节的问题 可能他还没收到我们的东西 材料可能他还不想传 但是说基本上来讲 没有什么大问题 有了这样一位NBA的传奇班巨星的一个加盟之后 那么你们的明年的 今年的这个联赛的目标 是不是也会相应的提高了呢 因为对于这个事情我也很有数 一个人的加入啊 能带到这个队伍的提高 但是说有多大的能量 或者多大的提高 还有对于实践 那么我们今年的目标呢 因为根据我们去年的成绩 我们定的是进钱吧 那么其实包括媒体也好 包括球迷也好 其实对麦迪加盟的年薪也非常的关注 网上有消息说 你们是提供了一份年薪80万美元的合同 是不是这样呢 沈总 因为这个年薪这个东西啊 我始终我们有约定 就是说最保密的 所以大家吧 报道的不一样 有80万的 有100万 有200万的 所以这个请你理解 我不会说的 哎